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5月5日 法林明高适应泰拿尼斯 周四清早 南美自由卑分组赛继续进行 届时身处H组的泰拿尼斯将主场迎来法林明高的挑战 法林明高目前暂时领跑H组 而且他们近期一路的连胜 球队状态有保证 反观泰拿尼斯近况未如人意 因此金帐里应看好法林明高顺利凯旋 前三轮分组赛过后 泰拿尼斯整体表现算是重规重矩 他们目前取得六个积分暂时排在本组第二位 落后金帐队守法林明高三分 纵观泰拿尼斯分组赛至今的表现 他们目前的球数得失比位3比3 可见球队在攻防两端并无什么亮点可言 至于近况方面 泰拿尼斯近期可谓输多赢少 其中在最近六仗各项赛事当中 他们仅得二胜四负的劣迹 期间多达四场比赛的失球数达到2球或以上 此等防守能力恐怕难以抵抗法林明高攻击群的冲击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 泰拿尼斯分组赛至今的唯一一场败仗正是败法林明高所赐 当时他们以1比3告负 劣势颇为明显 阵中球员在心理方面无疑落于下风 此番再战来势汹汹的法林明高 泰拿尼斯还是不宜过分高估 法林明高方面 他们分组赛至今录得三战全胜的佳绩 暂时G9分在H组当中领跑 强悍的攻击力绝对是法林明高的强分法宝 要知道 他们分组赛至今军场入球数接近三球 此等火力足以让对手未知忌惮 此外 法林明高在近期的各项赛事当中也是赢多输少 而且他们目前还处于各项赛事两连胜当中 球队状态相当有保证 由维喜人的是班努亨利基 加比尔和迪阿拉斯卡达等攻击首在近期的比赛中都有入球进账 状态甚加的攻击群进账肯定能给泰拿尼斯后防线施加巨大压力 尽管此番需要做客但对于法林明高来说影响并不大 皆因他们目前正处于做客两连胜当中 球队客战能力足以与人信心 金杖走访不在状态的手下拜江泰拿尼斯 法林明高显然值得看好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